歡迎來到阿卡的新聞現場 我們今天現場訪問的是 行政議長吳敦儀 民進黨一直在罵說 ECFA簽了之後請中又賣台 我們等一下來請教一下院長 另外呢 這天有一個新的變化了 就是行政院推出了很多的說明 可是民進黨罵 你怎麼包山包海呢 這個到底是合理的 還是真的是犯難的 來 我們看一下這次報導 不不 貨車快跑 貨車快跑 怎麼這台自強號的跑馬訊息 那麼特別 居然是在宣傳ECFA 有沒有搞醜啊 對照正常的跑馬燈 一般都是顯示列車的停扣站 但是現在的自強號 卻是時時刻刻在強打ECFA 會秀出說 幾點幾分會到什麼什麼站 第一次看到會宣傳ECFA的內容 就是還蠻新奇的 台鐵破天荒 在由LED燈的列車宣傳ECFA 民眾反應又夠讚 坐車你抬頭你無聊 你就會看一看啊 周遭啊 還是有幫助 就是因為看準了很多旅客 可能在搭車的時候 會很無聊 偶爾會看一下頭上的這LED燈的訊息 是說台鐵的345輛的自強號列車 都在全天候播送ECFA為宣 不只是車廂內大力promoteECFA 人來人往的台鐵 售票口也不放過 宣傳台灣和大陸簽ECFA 可以擴大農產品出口 降低關稅 而且大陸農產品還有大陸勞工 都不會開放 這麼費力宣傳 就是因為425就要進行雙鷹ECFA辯論 為擴大社會參與 行政院指示台鐵 412開始強力配合宣傳 台鐵估計每天50萬人次看到這訊息 412到425期間就有700萬人次看過 雙鷹不到一個禮拜就要進行大辯論 面對綠磨刀禍禍 執政黨話被動為主動 直至台鐵加入宣傳ECFA 就是要讓通勤族一天一天了解 ECFA是什麼話 這個宣傳這樣已經無所不在 可是民進黨就罵了太泛濫嗎 這本來就應該這樣做了還是泛濫了 必要的宣傳還是要的 你看他們 公報實在外的 還有特定的媒體 每天每天 都在什麼完全不符合 是在做翻選團 但是政府都無動於衷 一個這麼好的骨切 這麼好的政策 對台灣可以幫助人民做生意 提升台灣競爭力 這種好的骨切 你不可以幫人選團 我覺得這也是實質 但是我覺得 就是說不要去做到過火 比如說 像台鐵這個就做得很好 他不是都一直在扶這個 他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你這個車什麼時候到哪裡 但是中間夾帶一些 比如說希望你注意健康 不要在車廂內抽菸 不要做什麼 然後附帶 也夾雜一個很好的文宣 告訴大家說 簽這個ECFA 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請大家多了解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宣傳嘛 讓民眾知道政府做些什麼 那也讓政府知道 民眾想些什麼 需要些什麼 你希望選團對不對 問題是民進黨的 八萬七的執政 他們都已經很清楚地說 他們反對宣傳了 你可以接受他們的做法嗎 他反對宣傳 我尊重他們的選擇 尊重 因為尊重嘛 因為他們也是都 民選的行政收藏啊 但是我想建議他們兩點 第一點 ChainECFA 會有些是有幫助 對我們台灣 大多數是有幫助 有一些也可能會有衝擊 所以我們政府一定要把 正確的訊息告訴民眾 尤其是像勞工 尤其是像農民 那不同的產業 受到的狀況可能會有不同 有些產業 他簽這個ECFA 對他有保障他的權利 我剛才就算面貨了 你像糟糕機械很多啦 有的商業他們是比較擔心 政府也有準備一些 問題是被管制如果不接受 那你就政 你的政策基本上就在中央 很多地方根本都進不去啊 所以有時候我也會到南部去 做報告啊 總統也會去啊 我們有些部會所長 所以他不至此沒關係 我們自己去檢查 我們當然希望他能幫忙 因為這是好事 第二個我也跟他們做建議啦 這個不簽 將來產業遭受到衝擊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從良心上來講 應該把簽ECFA的優點跟缺點 還有政府準備做的措施 如果勞委會有一些計畫方案 經由他的勞工局 如實的去做報告 我覺得他不要把這個訊息 留中不發 中途攔截 這樣他既違背了老實 針對全民 據實報告的那個義務嘛 我覺得他應該做的 他不是中途反對 他們不幫你宣傳而已 他們是講的是說 你會調到一中的陷阱裡面去嘛 這樣看起來是政治的文字 如果他個人 如果他個人發表這樣的主張 他們有他們黨中央的意志嘛 那我應該建議的是他們的黨中央 你看到這兩年馬英九總統 有任何趨入到台灣的主權嗎 沒有啊 有出賣到台灣任何不好的尊嚴 沒有啊 他賣的就是農產品水果銷到大陸去 賣的是加強幫助我們的農工產品 民進黨說的是 民進黨說的是 大陸去每一邊說的都是說一中 對不對 是不是調到一個一中的陷阱裡面去 不會啊 我們要簽十二的學生 裡面有一個車的一中 他們說他們的 我們做我們的 當時去調入他們的陷阱 完全沒有這種事嘛 啊難道他說了 你就心驚動搖嗎 我們對自己有信心 民進黨政府在陳水扁總統陣內 搞所謂風火外交 一年兵軍才百花的代表 去拉到處起風火 結果風火外交八年 進三個比較小的國家 出糕的比較大塊的國家 等於斷交了九個 進來新交的三個 但是如果像做生理 總經理跟黨事長全國報告說 我很會做生理喔 我這樣四個風火點下去 我賺三百萬了 但是了九百萬 你就說你這個總經理有夠差 你風火外交 撩錢就來還不好看 那我們現在總統 不花那種冤枉錢 不做風火外交 反而二十三個邦交國全都保住了 現在民進黨在質疑 在罵的是說 台北民都說讓利嘛對不對 說讓利其實就是從台灣 放在大中華這個經濟圈裡面啊 所以他後來是在收攬人群啊 他後來還是會被吃掉啊 這樣講法你可以接受 那我如果我如果常跟你請教 常跟你呼應 我也是在收攬你的心 那難道你就拒絕我 常關心你 常幫跟你一起往來嗎 不會吧 大陸講讓利 我不太贊成用那兩個字 我覺得應該用同理心啦 互相 不要用讓 因為全部都有幫助嘛 有一天我去 對這個吳伯雄主席 在年多前嘛 胡錦濤總書記邀請我們去 在那裡 沾很多人 我記得有說到農產品的事情 說到外交 不要給我們衝擊我們的幫助 這個我不要再負數 我已經說很多幫了 中央有一句話就查出來 那個王岐山副總理啊 他才說 我們像去年啊 我們給你台灣做生意啊 對你們也很好啊 讓你們賺了五六百億以上的美金啊 我說欸 王副總理啊 我們固然順差 五六百億美金啊 可是你 逆差了這五六百億美金 你在你大陸 在略為加工裝備 你銷到美國 日本歐洲 你賺上千億美金啊 我說這個不是你單方對我們好 我們也對你好啊 如果你入鈔這五六百億 我們出鈔這五六百億 你怎麼會給錢幾億啊 所以彼此 互利雙贏 我說我們兩岸 都互相有幫助 彼此 共同努力 我說不是你單方對我們這樣 通驗了你說的嘛 可怕看來你說像玫瑰嘛對不對 但是也有刺啊 也有刺啊 這個民眾在問啊 那個刺在什麼地方 講清楚了沒有 我們現在正在 我們現在正在跟大陸 防止它那個刺過來啊 讓我們的花開得更鮮艷啊 這不就是一切外交工作 一切談判工作 最重要的準則嗎 我在政府服務 我當然一方面看到花 希望花開得更鮮艷 但我也要看到刺 不要讓刺扎在我們 民進黨的一些朋友 他說那個刺有給花 他都五塊就花啦 那一隻刺他看得到五角明大 這樣就對了 他說那個花比較小 那個刺太大 所以已經變仙人 不過院長 民眾會希望就是說 到底那個刺在什麼地方 一些哪個地方要怎麼去幫忙 你們可要 未來要把它講得更清楚 我們這段時間就在努力嘛 就是大陸可能提出的清單 就是那個刺嘛 那我要讓它刺更少啊 不要扎傷我們的手啊 傳統產業 內需產業 中小企業 我不論哪個產業 我都想辦法保護它 不要被它刺到嘛 好 我們希望這個刺的問題 很多民眾已經要講了 剛剛院長也講 他們會有一個補救的措施 而且會講清楚 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另外 院長會不會只做到連底呢 他提出來了 連底如果失業率 沒有降到百分之五下 他烏沙茂是賭上去的 可是我們等一下跟他報告一個 壞的消息 二月份失業率是往上衝的 怎麼辦 怎麼解決 怎麼幫民眾捶套囉 我們等一下討論 我們慢慢回來